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 中国工程师团队正在挑战建桥进去 跨越平潭海峡 建起中国第一座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工铁两用大桥 平潭大桥 为了建设平潭大桥 工程师们需要测量 平潭深海区海域波浪强度的数据 要把测量海浪强度的神器 压力传感器焊接在钢管庄底部 今天 42岁的蛙人吴君正 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他穿上了专业的潜水服 下潜到了近40米深的海底 吴君正必须在35分钟之内 将压力传感器 准确地安装在指定位置 一旦超时 就会因为体内氮气超标 形成堵塞血液流通的栓色 这是致命的危险 这个声音传输设备 是船上人员 与水下蛙人的唯一联系方式 通过它 大家和蛙人随时沟通 传感器的安装情况 找到架子没有啊 找到了 保持它的垂直度安装啊 抓的过程中 下或者连接的不好 或者尤其主要是焊接的时候 水下焊接的时候 对我这个设备就破坏了 破坏了你装下去也没有数据 垂直 必须要垂直 好 防 三十分钟之后 吴君正成功安装了 一个压力传感器 回到船上 每次下水 只能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吴君正和他的同事 还将陆续下水三十五次 一共要单装 三十六个传感器 一周之后 三十六个传感器 开始陆续工作 这些上下起伏的曲线 有高峰 有低谷 并是传感器传回来的 海浪强度数据 按照监测要求 传感器必须至少连续工作三个月 并且经历一次极端条件下的台风 所得到的数据 才能作为最终的 施工参考数据 但一个月还没到 意外又出现了 没过一个月 他告诉我说 完了 你们是不是国外都破坏了 是怎么测不了 读不出来数了 测出来 应该波动型的 也就是有波浪 跟波浪型的 这所有传感器 数据都是一样 你高潮位的时候也是一样 低潮位的时候也是一样 浪大的时候也一样 哎呀 估计可能是什么 有什么问题了 36个压力传感器 数值全部恒定 这代表监测到海底的海浪强度 没有任何变化 肉眼都可以看到 海面上的海浪时大时小 这意味着传感器失灵了 可是如果是一个 或者几个传感器失灵 尚情有可原 36个传感器 怎么会同时失灵呢 工程师们 只好再次请来了八人 下水看看 传感器到底怎么了 八人在水下看到的景象 令人瞠目结舌 潜水源下去以后 这个传感器跟钢管桩上面 就是那个海生物 常规的海粒子呀 海虹那些都挂满了 传感器上 竟然密密麻麻布满了海洋生物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来平潭四面环海 水产养殖是传统海洋产业之一 举步完全统计 在平潭 海水养殖用海面积 近八千万平方米 相当于一万一千个足球场的大小 这让平潭海域内的水生物 十分丰富活跃 而其中一种生物 就是破坏压力传感器的 罪魁祸首 牡蛎 俗称海粒子 世界第一大养殖被位 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 一只雌性牡蛎 在一个繁殖季节 可以生产出多达四亿的卵细胞 而更重要的是 它们习惯于附着在 金属固体上生存 长期浸泡在海水中的金属 渔船的船底都会密密麻麻地 布满大大小小的野生牡蛎 看来 海底的压力传感器 是因为牡蛎的附着 而导致同时实力 穿河其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 就比一元那个硬币 那个它们截面 跟那个硬币的截面 大不了多少 就那个中间有一个小点 它是感应那个牙蛎的 水牙蛎的 这上面一个海粒子来一下 海粒子一下一长出来 你就是牙蛎都受到 那海粒子壳上 你就测不到点了 怎么才能防止压力传感器 被牡蛎附着呢 大型船舶长年行驶在海上 必然会有牡蛎附着 那么船厂有什么 防止牡蛎附着的办法呢 工程师立即来到周边的船物修理厂 向维修负责人请教 就是我们在这边修桥这个时候 发现咱们这些钢管上 都附着一些咱们海粒子这些东西 船身上是不是也附着一些 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就不让它附着呢 它如果转这种海生物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选择静益保养 一般就是胡刷一层漆 就喷上了以后 它就全部会长了 还是 这个是不能保证的 会尽量减少 那个漆 一个漆你看脱落了也秀了 船厂是利用新型的生物防腐漆 喷涂在船底表面 减少海生物的附着 但这种方式只能尽量减少 母粒附着 却无法杜绝 显然这种方法解决不了 压力传感器的问题 就是你涂上了 它也会有那小的海粒子 它就会就涨上去 涨上去 就是说它的军舰上 或者有些那个上 大面积的附上 你少量的几个海粒子 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海洋生物 这里的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但你传感器很小 就是让那个点更小 就是侧的那个点 你那个时候 只要有一个生物一附着 就是使用附着了 就对你的这个设备就有影响 正在大家为母粒附着的问题 焦虑不已的时候 气象台预测 台风可能要正面登陆了 这将是难得的测量极端情况下 海浪强度的机会 如果这一次不能完成测量 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平潭大桥的建设攻击 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次台风我们数据很保护 我们说这个台风的数据必须要测到 你说我采气不到 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台风来 尽管这是难得的测量机会 但工程师却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传感器必须连续工作三个月 才能测到准确的海浪强度数值 如果现在安装传感器 的确可以测到这次台风的数据 但是在短时间内 传感器又会被母粒附着 无法连续工作三个月 看来眼下只能尽快找到 防止母粒附着的办法 并敢在台风登陆前 将传感器安装到位 但是我第一感觉是 可能是完不成 距离台风登陆 只有一周的时间 无意中工程师听到的一个消息 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这个是无意中问的 一个医生还是问的事情 可能是一个医生 受医 他说这个铜锈这种人 对这个有毒性的 医生告诉他们 铜锈或许可以防止母粒附着 听到这里 赵多仓也猛然想起一件事 他曾经在厂家看到过一个 刚从海里捞出来不久的流速仪 上面没有海生物附着 就是这个偶然的发现 解决了传感器被母粒附着的问题 铜在海水中 极易形成氧化物 而海生物对铜氧化物 有着明显的排斥反应 只要将压力传感器的表面换成铜制 就可以防止母粒附着 海中的三十多个压力传感器 成功将这次台风的数据完整收集 并且成功连续工作了三个月 收集了平潭海域 在各种天气情况下 海浪强度的数据 为平潭大桥的安全施工 提供了最有效的保障 彼时六年 工程师和施工团队 克服各种极端条件 在被人称为 建桥禁区的平潭海峡 建起了一座 长16.3千米的跨海工铁两用大桥 面对从未有过的困难 它们不断挑战 不断创新 一次次超越期限 2019年9月25日 大桥实现全线河龙 但挑战却并未结束 平潭海峡 每年六七以上大风 超过三百天 这对大桥上行驶的车辆来说 将带来一个致命威胁 横风 所谓横风 就是出现在风口 或者宽阔的地段 垂直车身方向 吹来的风 由于车身侧面 受力面积较大 如果没有保护措施 桥上突起的横风 会将汽车掀翻 甚至吹入海中 平潭大桥 就是横风多发的地方 如何减少横风 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工程师们想到了一种 特殊的挡风神器 这种神器究竟是什么呢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在以往的工程中 是否定的 一般的风屏障 安装在铁路旁边的地上 但是 如果在平潭大桥上 安装风屏障 就只能安装在桥上 这样一来 这些不透风的铁板 反而会增加 大桥侧面的受风面积 就如同在大桥上 迎风撑起了一把伞 强风来袭时 甚至对整个大桥的结构安全 都造成巨大威胁 上面是台风吹着风吹 下面台风引起水的波浪 横向吹裂 还有海水的流水裂 这三个横向力 都在不同的高度 给咱的桥侧推扬 咱结构的影响 安全性就有很大的安全影响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既能阻挡横风 又不增加桥的受风面积呢 工程师们想到 在风屏障上打孔 让风从孔中透过来一些 这就是平潭大桥 独创的风屏障 在不同角度的面板上 有着大小各异的圆孔 既可以阻挡一部分风 又可以让一部分风通过圆孔 从而减少大桥的受风面积 可是如果透过的风过多 会不会又对大桥上 行驶的汽车和火车 造成影响呢 然后透过来的风 能不能改变一下方向 本来它这么横着 吹咱们车来了 假如我给改变方向 让它风这么朝天上吹的 斜着一定角度出去了 那对战这个风就影响了 通过精密的计算后 工程师们将风屏障的表面 设计成不同的弯曲造型 使得风在通过的过程中 可以改变方向 而不对大桥上的车辆 产生影响 梵里龙手中拿着测风仪 这是一种可以实时测量 风速的设备 它要检测风屏障安装前后 风速的变化情况 没有安装风屏障的地方 数值显示5.3 快进入风屏障了 马上小了 而安装了风屏障的地方 数值下降到2.5 很明显 安装风屏障的一侧 风速减弱了很多 风屏障减少了横风 对通行车辆的影响 可新的难题又出现了 原来他们遇到了 许许多多海洋工程 都曾经遭遇到的问题 海洋腐蚀 海洋环境具有很强的腐蚀性 海水是一种含有多种 盐类的电解质溶液 这种成分构成 让海水中含有大量的绿离子 而绿离子有着很强的腐蚀性 所到之处 再强硬的金属也会在一段时间内 被腐蚀到不堪一击 这个护蚀每年都做两次常规防腐 然后还临时会更换 随时会更换 绣掉的 像这种我们两年换一次 现在已经是第三批了 这都掉了吗 你看这一摇 就连着点 绣得特别严重 这些虎蓝 才刚刚安装两年 就已经被带有绿离子的空气 腐蚀的可以用手掰断 这个当时是多厚了 这是四毫米厚的 四毫米厚的 这两年时间透了 内外就透了 都绣透了 这个是维画饼 外面的空调挂机 按照我们常规的做法 就是搞个钢结构挂在墙上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挂在墙上 一两年之后 那空调挂机就会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它的支架 已经腐蚀的 不足以承受空调挂机的重点了 平潭海峡 海水和空气的腐蚀能力 远超工程师们的想象 但整座大桥 会有很多像护兰这样的金属构建 如果不想办法解决腐蚀问题 也许几年后就会坏掉 这对行车安全将带来巨大危险 而眼下第一步就是要知道 在这样的环境下 腐蚀速度究竟有多快 这是废气钢材回收场 存放着大量的施工后拆解的金属设备 樊力龙他们要通过测量金属上的腐蚀层 大致估算出腐蚀的速度 5.87 5.87 之前咱们这个钢管是630乘10毫米的 630乘10毫米 这就是4毫米 4毫米咱们拆下来 也就五年 差不多五年了 通过测量和计算 樊力龙他们得出结论 这样的海洋环境 对金属的腐蚀速度 大约是一年一毫米 一毫米相当于大气区 每一面零零零五毫米 两面加起来就一毫米 一年一毫米 这远远超过其他海洋环境的腐蚀能力 究竟平坦海域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腐蚀性呢 这一片海域就是说 我们没有淡水的浆河 来补充大量的补充 这样就形成它的一个小的范围 小的海域 它的岩度就很大 独特的地理位置 让这里不但成为魔鬼风区 海水和空气的腐蚀能力 也比一般海域更强 但按照设计要求 平坦大桥的使用寿命为一百年 如何才能保证大桥在这样的环境中 安全稳固的一地一百年呢 创新践行时稍后继续 平坦海下的海水和空气的腐蚀能力 比一般海域要高出许多 为了防止海风的侵蚀 工程师们给金属构建 涂上了一种防腐涂层 这种厚度只有八十微米的保护膜 可以将无孔不入的绿离子挡在外面 防止金属构建生锈 但是海水和带有绿离子的空气 不仅仅锈拾金属构建 对混凝土也会产生严重的腐蚀 虽然腐蚀速度很慢 但日积月累 这种腐蚀将会给大桥的使用寿命 和未来的行车安全 带来巨大的隐患 如何才能尽可能减缓海水和空气 对混凝土的腐蚀速度呢 工程师们必须研发出一种 新型的混凝土配方 让我们的混凝土更密实 什么它也别想给我伸进去 就是谁不进去 各种腐蚀 就是那个驴子啦 那些流传根驴子啦 什么驴子你也别给我射进去 经过半年的反复试验 工程师们找到了一种高密实混凝土的配方 用大小匀秤的碎石和细砂混合 保证混凝土的强度 加入水泥和矿粉填补碎石和细砂的空气 这种特殊配比制成的混凝土 有着超强的密实度 为大桥内部的金属结构 形成了一道厚实坚固的外壳 那么这种高密度的混凝土 究竟能不能减缓海水的腐蚀速度呢 这里是平潭大桥的中心试验室 盆里置放着的四块水泥模型 已经被浸在海水中一个月之久 这里面存放着两种不同的混凝土石块 一种是原来传统的混凝土 一种是工程师们研发的新型混凝土 将它们长时间浸在海水里 是为了要看海水是否会渗入到它们内部 接下来工作人员要将这两块混凝土 分别用设备压碎 看看海水渗入了多深 这个是咱们普通混凝土 就是没有加碱水器 单几配这种碎石 直观反应 浸泡的时间一样的情况下 它进入的深度 会比这个海的耐角形混凝土 进入深度要深一些 进入深度差不多有31毫米 这个耐角形混凝土的金色深度 现在5毫米 试验表明 普通的混凝土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被海水进入30毫米 而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混凝土 仅仅被进入5毫米 使用高密度混凝土 并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修补 平坛大桥就能够以非常经济的 后期维护费用 保证大桥的百年安全使用 下一步 大桥的建设将会怎样进行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平坛大桥 从设计规划到现场施工 从解决倾斜裸颜面的打桩难题 到强风浪天气的外海数据监测 每一步都历经重重困难 通过一次次创新 平坛公路铁路辆用跨海大桥 终于建成通车 形成了福州与平坛的半小时经济生活圈 对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